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傑 回到財資大道 兩年多以來都關注著COVID-19 即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但其實在醫管局裏面 很多不同的病人 不是只有COVID-19 還有癌症 其實你的病人都很值得大家關注 是呀 癌病都是大家香港人很熟悉的 以及都很關注的 我們在電話旁邊請到 香港防癌會的蔡馬會 癌症康復中心的院長 兼為香港防癌會的總監 臨床服務的袁偉傑博士 早安 袁博士 早安 你好 兩位主持 現在其實新冠肺炎 在海外和香港的數據 癌症病人的患病情況 或死亡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一向都會比普通病人 原來講為高的 如果經濟外國的數據 每四名患者新冠癌症的患者 就會有一個死亡 所以其實要好好保護 癌症的病人 免於感染新冠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當然要保護 其實一些都不容易 我知道香港防癌會 都持續有接收醫管局轉介的新證 其實對於保護上面 應該怎樣做呢 有什麼策略呢 其實是呀 我們過去在第五波的日子裏面 我們都持續接收了超過100個的新證 中間有八成是癌症的病人 正如剛才所講 因為癌症的病人 他們如果染了新冠 那個機會 死亡的機會很高 所以我們其實在無論入住之前 怎樣去令到他們 確保他們沒有被感染 亦都是入住之後 怎樣也都是令到他們 及早可以發現有沒有感染 或者有沒有症狀 到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盡快去幫他們隔離和治療 都是做了很多功夫的 你當香港在處理疫情這麼多波當中 去避免癌症病人感染 或者感染之後的治療 算不算做得好呢 這次其實我想每一間 每個機構自己有自己的困難 在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本身那個院舍的設定上 能夠幫他們分為單人房 或者隔離房 另外也是因為本身 其實很多院舍都沒有什麼負荷的設施 包括我們 其實我們都買了很多醫療級的 一些空氣的消毒機 去幫忙 去令到院舍的空氣 能夠乾淨的 當然疫情如果嚴重的時候 其實探病都不可以 怎樣去平衡呢 就是探病 因為癌症的病人其實很需要家人的支持 怎樣去平衡呢 同意的 因為其實特別我們收了很多 都是一些末期癌症的病人 其實去到尾 其實家人很想和病人 能夠在一個地方 能夠好好地去相處去道別 所以我們無論在第五波程的過程裏 我們繼續維持這個陰性的探訪 家人可以進來 做完一個快速測試 陰性的就和病人一起去聊天 甚至乎他們可以餵食 希望能夠在這段時間 他們珍惜最後這一段的時間 希望大家能夠最後離開的時候 都是無憾的 即是長者院舍 我們講了多點應對疫情 其實香港還有一些院舍 好像你們防癌會這樣的院舍 展滿接收一些可能 嚴重的癌症病人 其實什麼年齡都有 其實都是人生遇到這些困難的時間 你覺得香港在應用科技 或者在醫療科學上面 是否還可以再有沒有改善空間 令到我們舒緩癌症病人 去面對這個全球大的疫情呢 絕對有這個空間在這裡 因為始終科技都是 接下來最主要的幫手 都會是 因為人手越來越吃緊 我想大家都知道 特別是做護理服務的 我們接下來將會 包括會用一些中央的平台 在每一個病房裡面 都會去監察每個病人的血含氧量 血壓等等 令到他們在護士站裡面 已經可以反映了他們的一些數據 讓同事不用得要進去房間裡面 開門關門 令到有太多空氣的流動 令到他們有機會感染 二來也是會用一些自動的 轉身的床褥 令到不用那麼多人手 去幫助病人轉身 定時可能是調教了 每兩個小時或每個小時 他會自己轉身 令到人手去減省 同一時間也可以提升護理質素 這些都是一些科技上的東西 可以幫助整個護理的過程 我想問現在現有的配套 或者支援上面 是否還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譬如政府方面 有哪些支援可以幫幫忙 我想資金 或者甚至一些平台 可以幫不同的機構 去share他們一些做得好 或者大家一些優勝的地方 大家可以互相去學習 另外資源上真的很重要 始終說來講 他都是有錢才能夠去令到服務 或者買更加多的儀器 或者科技提升的服務 這個就是希望政府 能夠增撥這些機構的資源 人手上的安排 其實我們目前還不足夠 醫護護理方面 其實人手在COVID-19爆發之後 其實更加緊張 其實在這方面你們怎麼看 其實我們曾經一段時間 在COVID的期間 有一半的同事因為染疫 或者quarantine 人手是非常吃緊 就算去到現在 大家已經都 所有同事都會是正常 但是本身那個人手上 我們希望都是配置更多的 醫護人員的欠缺 我想是全球性的了 看下都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 能夠令到足夠的醫護 可以服務社會 長者院舍有個 引入外地勞工的計劃 好像你們防癌會的院舍 是不是在這些計劃裏面 其實可以在這個計劃裏面 所以我們都會考慮 會不會引入外地勞工 但是這個都是需要長遠的規劃 包括因為勞工 我們獨工來到又要有宿舍 又要有食和住 其他的安排配套 還有是否適合香港的病人 大家去融合 同事之間的融合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地方 所以都要一步一步考慮 防癌會都是遲時機構 疫情底下籌款方面難度高了 知道你應該有點吃力 是 但是同一時間 香港亦都有很多有心人 亦都有很多基金會 亦都是對我們防癌會作出支持的 所以之前我們都有很多 有整個十萬個的發速測試劑 是有些基金會 或者有些善獎去送給我們的 同一時間地 我們亦都是跟其他的非慈善團體 非慈善團體 去作出一些捐助 即是我們自己有時 都會和其他機構合作的時候 去派給香港的市民 因為始終我們知道 一個機構是做不完的 亦都要其他機構一起去合作 好 今早在此 謝謝袁博士 防癌會的總監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袁瑋傑博士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